左手位打右手位 非常的困难 宿南最终是进入防区 带走了山智 这波圈架JD来的是恰到好处 就看98k能不能在圈边 配合上TC 看看拿到几分了 那看来要先打TC了 炸倒一个 明斯哥倒地 给人有一把喷子 这波时间还早 还有30秒钟 好像JD要选择放弃吗 他们已经离开了明斯哥的旁边 我觉得打到这个时候 是可以考虑放弃的 因为这一架打完过后 JD还没有看圈点 如果为了就一个人 整队的圈点都进不去的话 那就比较困难了 而且关键是 他们现在离圈就一步之遥 但阿杰从另外一侧 打倒了北斋并且补掉了 对于JD来说是个好事 对 那没准队友能服了 不过现在JD要处理队点多 一是要看住头顶的TC 二是要观察脚下的圈点 能服了 已经服起来了 明明这边已经被服起 TC现在也只剩两人编制 阿杰这边是被蓝王级给放倒 现在在圈的队伍 而且是有圈点的队伍 只有VS一队 其他的队伍都是围绕着蓝白之间 做进圈的斗争 没错 98K这边想过来换分 就差一下 一撕进来了 进来了 好极限 好险 那这波进来就有人要遭殃了 不知是TC还是JD 是自己 主要是JD这边盯的也挺紧的 散兵翻打了一个 明明在找TC的第二个人 应该能够从烟雾的方向来判断一下 对 这边还有一颗火 投注已经不多了 剩在人数多 这个小缓坡 慢慢地去清理 没看到 这边草有点高 但他肯定知道 这边还有一个独狼的 对 而且斯廷 北渊是一把喷子 要小心 这个距离 有机会一穿二的 这边站起来 在帕下 脸上有个大草 真有人不看吗 不知道吗 没记吗 这是倒地的 TC一开始 感觉朱伯承想找 但是脸上这个掩体不太确定 但是散兵一直在看这个方向 朱伯承明明倒地 那边最终还是朱伯承 拉到了蓝圈之外 带走了对方 有惊无险 这波明明还能扶 而且吃到了一个窄圈边 那现在场上位置最尴尬的 就是TT了 是 虽然尴尬 但是枪法能够弥补一些尴尬 不过这个位置确实 也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因为左右都是枪线 对 他露的枪声越多 其实被别人注意的机会也就越多 是 这边也是导师在配合上远点 各方的枪线之下完成了三连暴走 阿杰也只有一瓶饮料了 面对上JD和LGD的众多枪线 最终也是回天罚术倒在了圈外 老师本场比赛也是拿到了四个淘汰 那么进入到决赛圈 明斯哥就差一步能进圈 蓝圈已经在驱赶着他们了 对 现在关键最难的是什么 JD不在圈 而且没有烟雾弹 只有三颗火 这三颗火封不完VS 能够打到他们的一些枪线和窗口 VS这个围墙实在是太广了 他能够架JD的角度太多了 来 这边一个侧身 三个人往下干拉 四个人往下干拉 在加枪的过程当中 这边自己别打残 不过公主从侧翼出枪过后 对方倒第三人 枪线太多了 随着公主乘秒的一波三连暴走 VS前期的扎点 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恭喜将苏VS 恭喜VS在第七周决赛 首场比赛当中斩下胜利 公主确实最终的出枪 也是让她非常的高兴 你累了 救命啊 恭喜 你看我赛前点的这支队伍 是不是很有效果 确实 而且我听说现在VS是公主指挥 他们这个节奏就有点像 他以前在这个老DKG的时候 这个能抢的时候就尽量抢 尤其是极限圈的时候 可能他会更加注重一下 队伍的点位 这波抢得太关键了 对 虽然说来到比赛圈之前呢 只有一个淘汰 但是吃鸡了呀 没错 你吃鸡的时候 就会伴随着其他周边的 你像JDE满叠四个淘汰 那这场比赛呢 15分稳稳地拿在手里 没错 不过这场比赛呢 对于JDE来讲的话 在第二名的位置上 然后至少拿到了十个淘汰 这个分数也 我觉得也收获颇风 对吧 很多了 对 因为第二名的排名分是六分嘛 然后十个淘汰 十六分保底 所以这一场比赛 虽然说是VS收下胜利 但是呢 分差没有拉得特别开